你想让手指跑得快吗?先做到这两件事情 一般来说呢,当我们开始要练提升我们这个手指的技巧的时候呢 我们会倾向于这样子练习 无论呢,我们是把日科大练拿出来 或是把各种这种音阶啦、爬音啦这种一整本的这种基本练习呢拿出来 或者是呢,直接就把你现在正在吹的曲子里面炫技的片段拿出来 你可能就会开始直接这样子练 不知道刚刚你这样子听完之后有没有发现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也就是我们要先做到的第一件事情 也就是音色的连贯 那所谓呢,音色的一致性跟连贯性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吹奏的时候必须要维持所有的音在任何的音域里头它的形状都是一样的 而不是在低音的时候听起来散散的啊,在中音听起来闷闷的 在高音的时候听起来扁扁的、尖尖的 而是要让它们都能够维持在一个圆润的状态下 那再来第二件我们需要做到的事情呢,是我们在吹奏的时候 我们要非常确保我们的手指的放松以及平均 在我前面的基本功练习也提到过非常多次那种 手把手带你慢慢的去熟悉每一根手指 那个练习是有必要的啊 那个就是我们未来手指跑得快的基础 所以结合上我讲的这两点 先从非常慢的速度开始去催奏它 我们下来讲的 这就是你能够快速的把它催完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点 从这个基础点上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加速度 到达到你的目标速度为止 那记得你在催快的时候 所有的声音都要跟你慢念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你学会了吗?学会了不要忘记在下面留言 加一